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說石化產業會對環境造成忽然的一件事情 幾乎是無庸置疑的事實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塑一直以來的態度 就是他不願意來面對 也不願意承認他有造成污染 這個案件到現在已經整講三年了 也沒有很明確的進行徵典的整理 導致現在每一次開庭 其實雙方都是處於各說各話的狀況 每次開庭都會有鄉親到產 那我們發現因為癌症不等人就走了 就走了 安靜正義 判不來 六親污染受害者要等多久 六親污染受害者要等多久 本件雲林六親台西鄉這邊的居民 對六親提起損害賠償的訴訟 就要在這個星期五 8月31日進行延遲辯論的開庭 這個案件是在2015年的8月13號正式起訴 距離現在已經超過三年 已經超過三年 這三年裡面 雲林地方法院一共開庭了12次 說真的 三年的開庭12次並沒有很多 平均下一年才四次 但更可怕的一個訊息要讓各位知道的是 這個案件上一次開庭是在去年的9月1號 9月1號 沒有進度 空轉一年 這樣的空轉有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於被告 來自於六親他們這些公司 一再提出許多非常荒謬的抗辯 包括他們主張說這個案件根本不是公害 甚至六親的代理人主張說 原告如果要請求法院判決賠償 必須要舉證他們六親的哪一間工廠 哪一間煙囪 在幾年幾月幾號排出的哪一次的廢棄 構成污染 裡面具有有害物質 讓哪一位原告呼吸到身體裡面 先前法官曾經提到說 要用專業機關或主管機關來進行鑑定 但最後因為被告六親這邊的抗辯 也沒有達成 沒有執行相關的這個鑑定 導致這個案件如果說 將要在星期五 8月31日最後開庭的話 法院其實沒有進行任何的實質調查 相較於忠實化的案件 相較RCA的判決 其實法官 在這兩個案件裡面 法官都做了非常多相當詳細的調查 不管是事實證據的調查 或是法律層面的認定 相較之下 我們看到RCA案件 跟周時華案件 法官都很認真 很盡力的想要去釐清相關的爭電 並在法院的判決裡面做出判斷 我們不希望雲林地院 針對一個國內可說是最嚴重的一個公開案件 卻用這樣相當草率 隨便的案件 就要在這個星期五結案 我大概20歲 我都到北部來這邊工作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自己的父母 我的母親在五年多前 因為費錢來往生 她跟我父親都四季在台西 那我父親也是五年多前被診斷是感染 但現在還在治療座 那我在六清二十多年前在整地的時候 我也去參觀過她的整地的現場 那時候我的家鄉 在目前的海口生活館那邊有個海堤 那邊我們可以看到的很多石頭 我們還可以抓到那個石螺 那現在我們去看到的 包括肉棧咖 那個全部看不到這個東西 那所有的鹽香種田都還可以種 現在幾乎都不能種了 台座他們一直在講說 要證明到底是哪一根煙囪 哪一天排放出什麼樣的污染物質 這件事情應該要被知道 那過去就是因為沒有財處室 有沒有封開所以不知道 那我們從最近的這些資料裡面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哪一天 那是哪一個 哪一個這個 設備元件 或者是哪一個煙道 它有排放了什麼樣子的物質 它監測的數值是多少 以上面這個為例 它的這個監測值是已經超標五倍 它違反了通知房屠染防止法的排放標準 然後下面這一個呢 包括 這是它其實監測的資料 然後這個就包括說它哪一天 1月13號這個晚上 它有連續三個小時的超標 甚至在第三個小時是超標 將近三十倍 擔心就是這個案子很草率的就做了判決 那我們希望這個案子要做實質的審查 要審慎 因為這關係到人命 癌症的這些病人 那些鄉親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對於當地要有一個比較公平正義的審判 然後以進步的法理學 以這個比較正確的程序 來給居民一個公道 開這個會 我心裡其實是很矛盾的 因為我們的訴求說不希望草率結案 但事實上我們又已經等了三年 我最常接到我們個案打來的電話就是說 吳日輝 我們還要等多久 我可能等不了那麼久了 那六清的勢力那麼大 我們真的會贏嗎 所以我一方面又不希望他草率結案 一方面又希望他趕快結案 因為這對我們所有的個案來講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折磨的構成 不想花時間 不想花力氣 定到兩方的專家來作證 而是他希望有一個專家來幫他決定 到底那個有今早晨的污染 跟那個原告的各種疾病 有沒有應過關係 這個我覺得這不可能 我們看到那個中世話 那個RCA跟日本的很多公愛訴訟 完全不是這樣的 所以一定有一個顏色辯論的意思 一定有聽到兩方的專家來討論 然後法官會覺得哪一方比較有道理 哪一方比較有說服力 自己來決定 我真的希望法官花時間去多聊 而且之前台灣的公愛訴訟 不用去看日本的公愛 看台灣的一定有很多例子 那個中世話的RCA 是非常好的例子 要不要邀請原告 就是幾位原告 可以來作證 來開鏡作證 跟他說明 用白話 而且說得很清楚 他們就是每件的 就是那個有心早餐的污染的經驗 他們的身體上受到的辛苦跟經驗 我相信法官會比較會了解 什麼是有心病學 用一般人的概念來多聊 有什麼是有心病學 過去十多年來參與RCA訴訟 所以我們傳了一般證人 專家證人 然後整理了非常多的訴訟資料 而CA案的難處最主要是因為它已經官場多年 許多資料都找不到了 而且它的污染物非常的複雜 有三十二種有毒的化學物質 然後呢我們只找到八次違規的紀錄 我們在法庭裡面必須要先證明 RCA公司有違法的事實 可是我看到六親案呢 它有一百三十二種有毒物質 然後它有上千次的違法的紀錄 不過在法庭裡面呢 好像一直法官都沒有進入狀況 那我常常說台灣呢 我們知道日本戰後有四大公開訴訟 台灣呢在這幾十年來 也有輻射屋、RCA、中石化跟六親 這四起重大公開訴訟 所以呢這四起四大公開訴訟呢 它事實上比日本的四大公開訴訟更為複雜 因為它的污染物比較複雜 它的後果、它的疾病的後果是癌症 那我們知道癌症是多因子的疾病 它呢更容易讓被告模糊焦點 它可能會說原告是抽菸、喝酒、剿檳榔 導致它各種癌症的發生 所以我想這需要法官、需要雙方律師 花更多的力氣來整理這些訴訟資料 不過我從RCA案8月16號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 我非常欣慰的發現 就是說我們的法院 對公害事件的因果關係跟時效 有非常進步的見解 在RCA案中最高法院維持原審 對於因果關係的見解 它後來是根據國際癌症的類組織 美國環保署跟美國疾病管制局 對於三個單位 它對於這31種有機溶劑 這個毒性化學物質 它所導致的多種疾病 它不是單一疾病 不是一對一的疾病 它是多種疾病的發生 法院已經認定了 已經定變 另外最高法院也維持原審 有關時效的見解 法官認為在RCA案中幾家被告公司 他不斷的用時效抗辯 他覺得這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原告已經比於時效 法官認為這是權力的濫用 在公害事件的被害人 他不受民法第197條 自侵權行為 起算長達有10年的限制 他仍然可以請求訴訟賠償 那我覺得這些進步的見解 都可以供六親的法官參考